今天我們試騰的是這台 Mazda MX-5 100 週年紀念款 1989 年當Mazda 推出第一台 MX-50 世人才發現原來日本製造的壓縮機非常稀少 不對,是日本人也能做出好看、好開 且相當好養的雙座敞鋒車 同時也讓MX-5成為全世界最熱銷的雙座敞鋒跑車 今天這台是Mazda慶祝100 週年所推出的紀念款 MX-5 站長更是從國小就看著隔壁鄰機 從美國帶回來的黑色MX-5 心想,我長大也要開這台 從外觀上來看 要雪白色的車身搭配酒紅色的頂篷 完美致敬R360 Coupe 經典的翻燈造型總入歷史 取而代之的是銳利的眼神 一改初代MX-5的可愛印象 增添了不少殺氣 尾噸則是維持一貫的圓燈設計 雖然新款長得有點像髮夾 看似無用的後車廂空間 雖然沒辦法讓你放下29吋的REMOA行李箱 但跟女友出去兩天一夜還是綽綽有餘 而100週年的紀念名牌及旅圈蓋也提起了其他路人 Mazda過去100年在車壇的努力 造就了許多快智人口的車款 最後測試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那九紅色NAPA座椅 以及銅色系 擁有100週年紀念名牌的地毯 與先前試駕過的M3同樣擁有BOSS音響 而高音喇叭則是放置在枕頭的兩側 讓你即使開著敞篷 也能享受BOSS喇叭帶給你的環繞感 手動開關篷相當方便 只需要不到5秒鐘即可完成 經過F1 Peek Crew式的訓練後 應該解鎖3秒內完成的任務 不論是在等紅燈時想開敞篷吸吸廢氣 或是突然下起雨都可以從容不迫地關上 雖然車內的置物空間相當少 連手套箱都沒有 能放兩人的手搖杯符合國人用車習慣 整個內裝最重要的就是中間這根 讓每個出手牌就買的鄉民魂牽夢淫金屬的六速排檔桿 讓我馬上上路感受一下MX5的迷人之處 引擎發動瞬間上衝的引擎聲讓我有些興奮 還熄火再聽一次 為了樂趣而存在 果然在設計的小細節會有些不同 短軸距的MX5 在一般道路上能靈活的變換車道 在台灣市區道路行駛的跳動 對於Funcar來說也從缺點轉變為優點了 上高速公路後 輪胎噪音及風切車則相當明顯 以日常用車做考量 MX5的方向盤及離合器都屬於輕盈算是優點 隔音轎差及路管明顯算是缺點 真正的試駕重點在於山路上的操控 進入山區後 我們打開了棚享受以風而來的感受 原廠排檔就有短行程快排的手感 這具與馬自達3相同的skyactiv-g 2.0升自然競技引擎 19匹來到184匹 即20.9公斤米的扭力 轉速能一路上升到7000轉 只要隨時維持在高轉 它就能回饋給你非常好的動力反應 不過話說回來 由於硬體基礎還是類似於仿車 高轉的扭力退潮得有點早 如果能讓動力更為延伸 那操駕的機型絕對更加倍 這部分應該能在未來透過排氣管及電腦的調教來達成 離合器、煞車油門的踏板 位置不會太分散 高度也還算恰當 稍微適應一下 你一定能做出入彎前華麗的根子動作 短排檔其實更讓你在山路上展現俐落的換檔技巧 以山路上來說 雖然配備六速檔位 但我認為 最常用的23檔位之間的落差人較大 檔位選擇有些尷尬 184匹馬力推動輕盈的車身 算是有不錯的推力感 但引擎浪身在高轉時朝鮮不夠澎湃 以轉向來說 MX5在台灣眾多的小山路都能輕鬆穿梭 入彎級彎中 原廠配置的普利斯通 Potenza S001性能胎 發揮不錯的抓力的表現 幾乎沒有出現前軸抓力不足的狀況 LSD 限滑差速器及ESP 車身動態穩定 就算是新手也能快速上手 整體來說雖然略為感受到後輪處理時的跳動感 但穩定系統的介入可以說是非常的滑順 神經大條一點 還以為自己的操架技術大幅度提升 但你如果想要當TOKYO DRIFT 摔尾高手 那就直接把系統關掉吧 首排才有的LSD 絕對能讓你做出華麗的側滑摔尾 我想 你如果有個100多萬的銜錢 想買一台FUNCAR來享受一下 那MX5絕對是非常好的選擇 不跟你多說的 還車錢我想要多玩一下了 我們剛好說到 它這個我覺得它行程算還蠻短的 對 它感覺好像原廠就有點快排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它整個 以我駕駛的視覺來說的話 這個三環錶就是很FUNCAR的 就是很傳統 熱趣 對 對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數位表板會 科技感太重 反而沒有那麼有趣的感覺 對啊 然後我們剛剛還有提到說 如果從我們這個角度的話 這個 這個車色的延伸啊 本來以為這塊是板金 你那時候看 對看照片以為這個是 以為是金屬的 結果是一個塑膠絲板 對 那你如果是板金的話 就很像那個 這個貨車 對啊很像 藍色的貨車 裡面都會有 還以為今天是開CANDA 剛剛其實在加速的時候 因為還是一丁點跳動 後輪是有一點 在加速的時候 有一丁點打滑 這個應該OSD是蠻有幫助的 對啊 它這個是用跟馬三同樣的引擎 但是不同的搖角 再扭力把它降低了一點點 然後換更大的馬力 那在馬三車上的噪音 換到在MX-5上面 就變成一個優點了 你這個引擎聲來說 還是不夠澎湃啊 對啊 就是小排機量還是沒有那麼 聽起來那麼好聽 但是比他第一板近了 1.5升的引擎 我相信應該是好很多